在賭點多久 虧你的職業還是老師 你到底要想什麼 你不要這樣啦 你以為我喜歡四桃梅去喔 那不是你答應要送錢嗎 我不要安排這當飯 不想來你也不要說一下 電話你也不接搞失蹤 我倒是講聽聽你 到底有什麼苦衷 潘莉莉疾管槍事大罵 因為幫女兒周小涵 安排相親 對方姓姓來遲 讓周小涵忙著安撫 其實兩個人 上一回合做事 骨孫關係 她演我的孫女 嘿嘿 這次演我的女兒 我有個動作 就是鼻子會這樣 她說 媽咪 你為什麼跟我的演會有這樣的動作 我說不會吧 我以前從來不會有這樣的動作 我的戲裡面從來不會有耶 就是 對 就很奇妙 第一天拍戲 兩人就有奇妙的默契 潘莉莉跟角色一樣活潑 但戲外的她很開明 不催兒女結婚 我希望不是在 讓小孩在那種 壓力很重的情況下這樣子 但是 戲裡面我竟然給我也交的無教理 交男女朋友的期間的時候 我不會給他們太多的意見 我當然會跟他們去聊 覺得說 如果你們覺得適合 那就 那就繼續開始交往 當朋友這樣子 那 那 原分就是到了 就是一定會在一起 目前單身的潘莉莉 也曾經有朋友介紹對象 但她說已經習慣一個人 獨來獨往 那也不是算真的什麼很正式的相親啦 反正就是 哦介紹朋友啊 大家見個妹妹要聊天長而已 但是啊 就是我之前說過的嘛 三次 都說 藝人耶 怕養不起 哈哈哈 那就是沒有緣分嘛對不對 看待自己感情 同樣很佛系 新年倒是希望 疫情趕快過去 新劇當中 觀眾也將看到 他跟周小涵 搞笑又有愛的互動 TVBS新聞上面 就是洪廷也太報導 請支持一個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